其實就是有收集了一些養殖麵包的一些文章 所以有一些影片和文章有收集在下面 另外關於法規的部分我們有找到一些 就是幫我往下拉一下 這邊就是有些什麼學校設備或什麼的 都更詳細看下面文章比較完整 然後這邊就是有整理一些 一些蠻好吃的料理方法 然後其中一個YouTube影片 他就是做了這三種方法 其實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大家或許之後就可以挑戰一下這樣 然後法規的部分是衛福布 有啦 可以放一下後面 後面 最後面 天啊這不把揭露 可以直接拉到後面 可以直接拉到後面怎麼吃 大包包小包 唉唷 而且你自己喜歡 這不行啦 哈哈哈 他妳要不要在烏ber一� Bard Size ética 為了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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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di你要站兜 貴了師傅 為了師傅 為了師傅 貴了師傅 為了師傅 好痛 conditioned 這位女士 也太奇妙了 又來 超級辣 超級辣 看起來 他那個上菜是連續的 你不用再這樣 這樣來喔 這是為什麼一直出現這種 這樣我就是這樣 臉書麵包頭 他好笑 他形態好像是能存在 對 他在翻臉 不是他為什麼一定要長這樣呢 他沒打 甚至他的選擇 對啊 不許打碎 拯救地球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他打成奶昔啊 其實有人做成餅乾 把他打碎出來 法規的部分其實有查到 就是會不會有一個 就是可供食用使用 原料會成一欄表 可以幫我點一下嗎 但其實裡面昆蟲類的品項 非常非常少 那有一些可能是因為 有中藥材或什麼的 所以他才會列入在裡面 所以類別也可以選昆蟲 昆蟲機器 其實大概只有10種左右而已吧 11種 然後其中什麼 紅蚯蚓啊 或有一個什麼螞蟻 這個什麼 你看一多次 其實都是因為中藥材的關係 或者是 健康食品那種 像 紅秋野芳 就是日本那邊 有做什麼紅秋乙酵素 然後引進到台灣啊 所以其實 像夜市都會有什麼 炸蟋蟲什麼 其實蟋蟲沒有被列為 為無合法的那種食材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 要推廣應該是先說 我們先做出來 真的讓大家 使用之後 再想辦法去遊說 相關的立委 或者行政 讓行政那邊 把它納入為 合法的使用食材 這樣子 好 然後再幫我 回到公平 然後其實像JR還有提到 還有黑水蒙 黑水蒙 因為黑水蒙 其實現在在農業上面 已經蠻常使用 因為黑水蒙 它其實 比較一下黑水蒙跟麵包蟲 黑水蒙比麵包蟲更好養 因為麵包蟲你在養的時候 你食物最好要烘乾 因為太潮濕的話 它很容易生病會死掉 但是黑水蒙就是腐爛 然後就給它盡量吃下去 沒關係 它很難死掉 它是很容易長大的 但是黑水蒙的缺點就是 它的那個 脂肪比那個 麵包蟲多一點 然後蛋白質比它少一點 但是它比它好養很多 因為它好像黑水蒙更早 更快就可以成熟到 可以食用 然後麵包蟲需要久一點 所以其實兩者是都可以選擇的 所以這邊就有找到一些文章 那接下來可能能做的事情 就是想說開一個 slag頻道 就專門是養蟲頻道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 可以來開始買設備啊 買什麼的 然後大家一起來回報 譬如你買個什麼設備 花多少錢 這設備好不好用 然後那個 你目前養的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大家都可以來拍照 不斷的更新進度 那我想說 我剛剛做完零機 那我想說 那我剛才來開一個 那個共同帳簿好了 就大家 任何想要幾月他立的 就可以自己丟錢進去裡面 然後想要做事的人 就可以從裡面拿錢出來 譬如說你要買設備 只要你跟麵包什麼關係 你就可以拿這些錢 來填購設備 那麵包的設備不會有多貴啊 那個一個 塑膠盒挺多 就是五六十塊 一百塊不到這樣子 對啊 所有設備應該都不貴 所以 其實木箱有的時候更好 因為木箱可以吸收水氣 所以他那個 不會讓麵包蟲會 太容易失掉 我身體 你從外面看不到 對 對 因為麵包蟲怕亮 所以麵包蟲最好是 仰在 曬不到燈光的地方 對 所以就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 我到時候可能會 開始那個頻道 我會在Juno上喊一下 然後如果有興趣就可以上 Juno看看 就這樣 我加入了事情 喜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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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